提起GPS,大家马上会想到开车用GPS导航,去旅游,手机上看地图导航,叫外卖,滴滴打车,约会,聚会发位置共享,断练时计步,现在我们每天的生活,已经离不开GPS了。 GPS是美国从70年代开始,花了200多亿美元,用了20多年时间,才建成的为新导航系统代称。GPS首先是重要的军用基础设施,主要用于部队的三维导航与定位,如海军的舰艇,空军的飞机,陆军的车辆坦克大炮等的导航与定位,以及被打击目标的精准定位。 其次它也是民用基础设施,除了我们非常熟悉的手机定位和导航,GPS在道路交通管理上也运用广泛,可以减少道路拥堵,提高高铁速度,实现无人驾驶,无可关架逃等,GPS,还大量应用于气象,海运和水运,航空运输,应急救援等各个方面。 这么好用的东西,美国又投入了这么多钱,爱常理美国会高价卖别享用的其他国家。 可美国这次却一般常态,把GPS的民用方式免费提供给全世界使用,甚至连反美派都可以用。 难道不怕反美派用美国人建造的GPS定位去打美国吗?要知道因为贸易逆差,美国感觉吃亏了,都到处打贸易战。 他真的这么大方,要全世界人免费共享他花巨子建造的GPS,美国人真的在做好事? 当然不是,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,何况是陪吃午餐,都能卖高价格美国人。 那么美国人为什么要把GPS免费给全世界使用呢? 因为,一,不免费不行,我们打开广播,播放时声波信号船的支柱都能听到声音,但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谁可以听,谁不能听? GPS也是,他只管发送信号,根本就不知道谁接收了信号,不知道谁接收了信号找谁要钱去,不能控制别人接收信号,那么把信号加密,让其他人接收了也无法破译,行不行呢? 当然行,可是简单加密的信号,很容易被破译出来,没什么效果,复杂加密又要很多钱,而微信发送出来的信息量非常大,其中大部分又是没有任何价值的。 如果要把所有信号复杂加密,使人无法轻易转码破译,日积月累要花费的款项是个无底洞,可能比电造成本归几十倍。 所以美国干脆大方点,只加密只码,而把所有密码信号,不加密免费供给大家使用。 二,免费是为了得到他想要的其他东西,因为免费,用的人就多,这样美国可以对使用GPS的所有人,无定位。 通过输入数据库,美国能把全球的所有国家的地形,任何一条道路,建筑等都清清楚楚,的显示在地图中,做到对其他国家了如指掌。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用、商业、职务、科研,甚至部分军事用途等方面,都对GPS形成以来,离不开GPS时,美国就可以通过GPS系统,对这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干预。 这时GPS就变成了美国手中的另类武器,美国不高兴了,就切断某个国家或地区上空的GPS信号。 这时习惯了导航开车的司机们要么撞车,要么在路上都全,可能找不到要去的地方了。 高铁、火车、飞机、轮船,没有了导航和地位,无法和学调度不说,还可能相撞,所有交通都接近瘫痪了,社会上产生活乱套了,只是失控后,接着社会动乱就来了。 再说美国给全世界开放的只是GPS的密码,使用了精度比美国军邦的杀了十几倍。 如果真的跟美国打仗,他们把GPS的密码服务停掉,只有自己能用军马。 美国的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,就是这么干的,美国大量的导弹,精准的炸下伊拉克的军事重地。 而伊拉克向沙特和以色列发射的飞猫腿导弹,大部分都没有民众目标或偏离目标。 因为美国关闭了伊拉克所在区域的GPS导弹系统窗口,如果美国不停丢捻马,而是发个欺骗马,瞄准敌人的导弹,有可能飞到自己的头上。 这更加可怕,一旦其他国家的军事装备,依赖美国的GPS系统的话,那就只有被动挨打的份,这就是提供免费午餐的又一好处。 三,免费带来的巨大商机免费的GPS,带动整个导航产业,信号不要钱,但是接收信号的终端设备如导航仪,手机等要花钱买。 终端设备厂家使用的芯片要给芯片设计公司交专利费,虽然简单加密的信号,不要花多少钱,就能破译出来。 但厂家如果单独研发生产,可买芯片比还是贵多了,大多数厂家为了多赚钱,就选择了直接买芯片。 所以我们用了每一个GPS设备,比如我们买手机和导航仪,买的时候费用里面就帮含产家支付的GPS芯片的钱,一个芯片不要多少钱。 在细水长流,想想全世界一年出厂多少手机,全世界的芯片和新技术又都有美国掌控,只芯片一项,就让美国赚得很满波满。 总之,GPS免费并不需要额外增加研究和建设成本,还受了加密的成本。 大只为世界做贡献,成本强国营有责任的旗号,赢得世界的赞许,同时又通过其他局道赚回巨款,还捞取其他不可个人的好处。 聪明的美国人当然会选择免费了,也许你还会喜欢以下内容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